尼西亚南达大师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圣尊尼西亚南达帕尔玛西沃上师 12月4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在这一天会有日食 在今年的日食 它的影响会一直到1月中旬 也就是说在这两周的时间之内 日食造成的影响都会持续的 在个人或者一个地区 甚至包括整个地球 都有巨大的影响 这次的日食 它的效应是非常强大的 根据天象表明 它可以影响大范围的 比如说政治或者是自然人为层面的 巨大的变动 还包括政治领导人的一些变动 还有经济层面的变动等等 所有的这些是因为它这次的影响巨大 所以尼西亚南达上师 决定要给自己的信中最好的祝福 在12月4号这一天 从日食开始的在印度时间的早上 10点53分 一直到下午2点钟 我们会持续的有打写和点化的项目 这个是对所有的人开放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听到了这个消息 不仅仅你自己要参加 还要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你身边所有的人 你知道的甚至不知道的人都可以呢 积极的去传递这个吉祥的信息 让更多人能够通过得到点化呢 去得到吉祥的祝福 让自己呢顺利的度过这个日食 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包括这个社会造成的负面的影响 这些点化呢 包括有师婆一级点化 二级点化 还有理疗者点化 师婆一级二级点化 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是我们想要走向 政务圆满的灵魂必须要接受的点化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接受 师婆一级二级点化 是没有可能性走向最终的政务圆满的 政务圆满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修行去实现 必须有一个在世的上师 通过点化传递这个开悟的这个体验 然后这个传递的方法就是通过最基本的 当然有不同的点化 最基本的是师婆一级二级点化 就是把这个走向正务圆满 超意识觉醒的这个大门呢 这个机会给我们打开 所以呢 他在废陀的传统当中也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点化了 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同修都积极来参与到这个 师婆一级二级点化 如果你身边有人没有参加呢 一定要跟他们讲这个点化的重要性 让所有的人都来接受这个点化 包括理疗者点化也是非常强大的点化 他呢是 可以说是只有像师父这样的上师阿凡达在世 才有能力打开我们的第八脉轮太阳神经 从阿南达干达 把他的阿南达干达跟我们连接在一起之后呢 就可以立即的下载宇宙治愈的能量 这个能量呢 就可以通过在这个合一的空间呢 通过我们传递给我们要治愈的这个 另外一个 一个信众或者是 另外一个人 不管他是有精神问题 或者是生理问题 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治愈的能量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第八脉轮 阿南达干达 与源头连接 去下载这股治愈的能量 去给别人带来治愈 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自己治愈自己 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点化 嗯 因为太阳神经丛 可以说是我们最重要的脉轮 也就是说我们脉轮的中枢了 所以呢 把它和宇宙源头打开的 这个 把它和宇宙源头连接的这个点化呢 是非同寻常的 所以呢 所有的这些呢 师傅都会通过在线的方法去 做这些点化 完全是免费的项目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这个 这一天这些点化的价值 并且这些点化发生在这一天的意义 可以帮助我们 更加吉祥的度过这个日时 对我们和这个地球造成的影响 所以说呢 综上所述 在12月4号的这天的这个点化呢 是所有人都要参加的 我们呢 也要积极的去宣传这个 在地球上可以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灵性的发生 让我们身边所有人都要来参与 如果你想了解细节或者参与的方法 可以跟马卡拉萨联系 我的微信是14595087 感谢大家 你天亮灯